大妹, 你的風叔今晚不舒服 所以早就睡了 你有什麼事, 直接跟我說 我知道上次我爸爸 雜誌那篇訪問令風叔很不開心 我今晚來 是想向他解釋清楚這件事 和說一聲對不起 他要我擺和頭走也好 要我燈泡澄清也好, 我也無所謂 我還故意來找我做什麼 他們倆經常都是這樣 都加上了一百歲人 你放心, 我會幫你和你風叔說的 還有一件事 我想你幫我告訴風叔 我還想告訴你 就算我們鳳鳴居沒有了小冬這個大廚 就算拍不成廣告 就算銀絲帶過評審說 我們鳳鳴居煮的東西完全不合格 我們都會繼續經營下去 我們不會賣給人 當然Ivan跟你說 說你風叔要想辦法收購鳳鳴居 坦白說, 我之前也不太贊成這樣做 我以前也在鳳鳴居做過 我知道這間店是你外公和你媽媽的心血 但之後聽你風叔說 我又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 鳳鳴居只靠你一個小女孩 可以撐得多久 但是如果有天朝那間這麼大的集團 在你背後幫你, 是不是好很多? 如果你們真的講道理 如果你們真的為了鳳鳴居好 就不會在背後夾銀絲帶的評審抹黑我們 我想知道究竟這是你的意思 還是我風叔的意思 哪個意思有什麼所謂 嬌姨就是知道你硬頸 說你又不聽, 給你錢又又不要 所以我才想辦法轉個彎幫你 那是不是就是說 對, 無論小冬煮什麼東西出來也好 銀絲帶的評審都會說他煮的東西不合格 煮的東西全都是垃圾 是呀 混帳, 你簡直欺人太甚 我三弟煮的是正宗明朝公廷菜 不是達官個人也沒有資格吃的 你能夠買個煮的垃圾 就是說皇上色機的垃圾 你罪該問… 別這麼說, 坐下 嬌姨, 我跟你說了一次 就算你們搶到鳳鳴居一個客人都沒有 我們也不會贏, 我也不會賣給天朝 我今天見不到風叔 我明天會再來找他 明天見不到他, 我後來會再來 再見 好了… 兩家人本來好好的, 怎麼搞成這樣 就算是嬌姨想幫你, 但我心急了一點 這樣吧, 我明天打給一個評審 跟他說我之前拜託他做的事 當我沒說過, 這樣行不行? 如果行的話, 就跟嬌姨喝一杯酒 如果不是, 我就當你繼續生我的氣 好, 我敬嬌姨你一杯 等等 嬌姨幫你打這個電話 我想不知值一杯酒吧 起碼值六杯吧, 是不是? 好, 我就敬嬌姨你六杯, 行不行? 大小姐, 等在下代你喝 如果是你代有大妹喝的話 就不是斷杯計的了 好, 我要斷支計六支就六支 在下樂意防輩 行不行? 我以前和壽族 硬硬地喝五、六斤過兩 幾支飯幫薄圖炒, 難過不了的 拿走 拿到來 不要走 走 是不是吐… 吐完聲, 吐完聲, 繼續… 人生在世, 醉了幾回 等我… 晚放葡萄酒 怎麼樣? 喝一杯 禍蔻水酒 還有 為自己 好酒, 好酒也 你滴什麼東西? 原來明朝人只會喝高粱 怎麼?混不了酒 你下次早就響, 告訴你 響? 兵台, 你可知道 我們大明江山, 始闖太祖皇帝 敬烈百劫, 維保百姓平安 你和孫悟空, 朱伯介, 沙僧 永一同前往雷, 欽子取經 史詩圖, 相親相愛 就是在千鈴一法之際 你輸不空就一關, 打亂五頭 對不起… 走 男女仇仇不親 在下怨崇溫… 在下怨崇溫 是… 天生女震, 敏武雙全 回香港 我多知, 但我學藝淵龍當太悅 有我袁崇溫 而轉滅六角, 而絕非難思 袁都尉, 回家了沒有? 你走了一小時了 沒有, 你被車車死了三次了 沒有, 我要跟我的好兄弟 秦始皇, 喝三百杯 好了, 你終於停在這裡了 好, 我截的士跟你回家 大小姐 崇溫要回明朝了 袁都尉, 你又發什麼瘋? 你怎麼回明朝?你乘飛機嗎? 崇溫不在你身邊保護你的時候 你要好好照顧自己 如果我在這裡覺得不開心 隨時來明朝找我吧 崇溫答應你 我會照顧你一生一世 大小姐, 後會有期 掌承你的閹檔 老子要回來明朝取你首級 大哥, 你怎麼樣?你走醒了嗎? 對, 喝酒不可以拯強 這個年代的酒 相比我們明朝的高梁八江 烈很多 三弟, 究竟我…我是怎麼回來的? 大哥, 你真的把昨晚的事 忘記得一乾二淨? 走… 二弟他… 二哥打從昨日 就不眠不休地研究現代勁馬 他說要在賽馬會贏夠三千萬 幫忙姑娘縮身 原來二弟他身符重任 我們沒去打擾他 這樣吧, 你陪我出去休息 是, 大哥 三弟, 我負責一張破椅放在這裡 昨晚大小姐就用這張破椅推你回來 什麼? 我要殺死者去吃 我要殺死魏忠賢 要發明朝改變歷史 Hello YouTube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這條頻道吧 Like這條片 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 我們教練這條片 你先做了嗎? 這次行